哈喽 今天呢 继续给大家聊一聊这个药品相关 你聊一聊这个大伙比较感兴趣的啊 最火的减肥药 现在这边最火的减肥药呢 就是这个GLP-1这类的减肥药啊 我们那边呢 大大 中国的那边叫好像 Cemaglutein 这边呢 其实呢 GLP-1有很多啊 这个比较常用的 像是这个 马斯克啊 这个用的呢 就是这Vegovie 在这个Generic Name下面呢 下面呢 其实有很多种啊 一个Vegovie 它的啊 一个是Vegovie 它是专门制这个 减肥的啊 还有呢 其他的名字 这里看一下啊 看一下Tree Name Ozampic Rebelsis Vegovie 三种 前面两种啊 这是制糖尿病的 但是Vegovie呢 它是对于这个 肥胖患者啊 有减肥的作用 顺便说一下啊 这软件的名字叫MicroMedx 是我们这个专业用的一个软件啊 如果你说啊 我查要的功能或者副作用的时候呢 在网上啊 或者Google一下 都可以不可以用的啊 对于平常人来讲呢 可以啊 你可以作为参考 但是呢 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呢 那些不能用啊 不能用 我们必须用这些专业的啊 软件 MicroMedx 其实是一个啊 是比较常用的 这书名叫Drogdex啊 管它叫Drogdex 今天呢 主要讲一讲这个Vegovie啊 它的这个 一些重要的副作用啊 是不是管用啊 我先说一说啊 我的哥们啊 前天回国啊 我哥们谈起来 他现在正在用这个药啊 据他来讲啊 他是这个二型肯导病啊 他说哎 管用啊 但是呢 他这个感觉出来 哎 不知道 忽然有什么不对呢啊 经常的这个拉肚啊 那拉肚呢 然后呢 他就听着别人的建议啊 吃着些这个 以前叫做益生菌啊 吃着益生菌啊 拉肚是好了啊 但是这个 又变成了便秘啊 我说你 不是你这 不是胡吃吗 胡吃 你既然 如果你觉得有这个 拉肚的问题啊 你就想想啊 最近在生活上面 或者药品上面啊 食物上面 有什么什么改变啊 他说哎 他就用这个 这种药了 我说那你 其实很好啊 你相应的把这药先停一下啊 看看是不是这个 药引起的问题啊 也许 你过一阵 他有个适应过程啊 也许就不拉肚了啊 也许你一直拉肚的话 那你没办法 如果承受不了拉肚的痛苦 你必须停这药 必须停这药 或者换药 一小插曲啊 首先呢 如果你有疑问的话 法先生有疑问啊 说哎 这些都叫这个 这个三米古鲁泰 为什么这个 有不同的名字呢 不同的名字 因为他这个 FDA批准的时候呢 根据你的用途不同啊 他有的名字就不同啊 但是说啊 其实呢 这些里面啊 都有啊 相应的 其实呢 都有一定的减肥功能啊 减肥的功能 很多的医生啊 都开这个 Ozampic或者Rebiosis啊 给病人用啊 因为其实呢 有些病人并没有糖尿病啊 他用来这个减重用啊 因为保险公司啊 很多保险公司呢 特别是这个Medicare 这种州际的这个联邦的 给退售的保险啊 那很多都不保你这个减肥药啊 他们就找一个 其他的方法 开这些药啊 Ozampic或者Rebiosis 其中呢 Ozampic和Vigovi 都是注射业 注射计 Rebiosis是口服 今天呢 主要聊一聊这个 还有啊 就是他们什么不同的啊 其实就是服用的计量不同 计量不同 今天呢 说一说这个 主要的 他们的作用啊 先说一说啊 这Vigovi啊 咱看这Vigovi Vigovi呢 其实是 现在啊 FBA批准的 唯一的啊 一个啊 可以这个 可以做这个 看这里有 Disorder of cardiovascular system Prophylaxis 就是说你这个 对心脏方面 有这个预防心脏 疾病的作用啊 对这个肥胖人群 这是FDA 认准的啊 就是唯一一个减肥药 认准的 有这个功能 现在 咱主要今天看看呢 是其实是呢 Precautions 和Adverse Effect 或者Black Box Warning啊 先从这里看啊 Precautions 注意的事项啊 注意事项很多啊 注意事项啊 咱们这里看 这有GI的啊 See 会有这个胆囊的疾病啊 会有 胆结石什么啊 但是呢 它没有提到这个副作用啊 你看在这个 特别注意的一点啊 这个比较严重了 但是现在没有一个定论啊 就是这个精神方面的啊 会造成你的自杀倾向啊 这一条 自杀倾向 但是呢 没有定论啊 就是说 但是 如果你服用这种药啊 这个 做减肥药的话 用能用途的话 一定要注意啊 有没有自杀的倾向啊 及时的监控的病人 然后呢 还有一些Reno 这是关于这个 肾脏方面啊 会有这个 会造成你这个肾的肾衰竭啊 肾衰竭啊 简单的说一下 然后呢 Adverse effect 你看看啊 副作用 我看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这个 有没有这个 拉肚啊 它只有说有肚子痛 肚子痛 Burting 打嗝 还有什么 Diary 还真有 看 这有 8.5%左右到10% 10%左右 如果你是治糖尿病 是8.5%到10% 然后减肥的话 22% 30% 其实如果是拉锡 对减肥有好处 以前有的减肥药 就是让你拉 这是主要要看的啊 确实啊 我那哥们这个 这个这个拉 拉肚啊 拉肚啊 确实是 是这个问题 然后啊 大家去看 主要放大一点 我想我要 我们看的呢 还有点非常严重的 就狗 就就去这个狗 狗图啊 就去这个 Blackbox warning 黑核 warning Blackbox 装在黑核里啊 就非常致命啊 非常严重的 也不是致命的 非常严重的啊 非常严重的 你看他这里有啊 如果是注射液的话 刚才说到了啊 Vigovi啊 是注射液 它其实这 不只是对这种药啊 它对这个GLP1药 其实都是基本一样的啊 我们就拿这个Vigovi啊 来做做一个 这个啊 比方啊 看它 诈射液的话啊 他说Warning Risk of Therese C-cell Tumors 就是会造成肿瘤啊 这个 然后呢 口服药啊 也是同样的啊 Risk of Therese C-cell Tumors 看下来 这是非常严重的啊 因为Tumors 肯定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呢 它放在这个 Blackbox Warning里面啊 Blackbox Warning里面 下面大家看一看啊 还有时间 看一看这个 Machinesm of Action啊 它的药理是什么啊 其实呢 为什么叫GLP1呢 这里了 这是为什么叫GLP1 是个缩写啊 是个缩写 它有降血糖的作用啊 你看 降血糖的作用 这里 降血糖的作用 还有呢 减重呢 减重的话呢 还有减重的作用啊 然后呢 让是用你的食欲啊 控制你的食欲来减重啊 看这里 特别在这一点啊 现在Obesity啊 这里 OK 所以说呢 这个药呢 现在是这个 比较火的啊 一个比较常用的 非常 常用的一个减肥药 或者是治疗糖尿二型 糖尿病的药啊 如果大家对这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咨询一下自己的医生啊 看看自己 是不是适合啊 用这种 药物啊 或者相似的这一类 GLP1的这种药物